如果你真的真的很喜欢一份工作 或者认为这份工作是你的置业 那么不管外面的杂音再怎么多 你还是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吧 就像这个二十几岁的女生 她选择了一个许多人都不太能够接受的工作 那就是面师 面师就是为家长团开脸的脸谱师 以前面师是传子不传女的 花脸的时候也严禁外人参观 就连颜料都是独家配方相当的神秘 而每一笔的线条 每一种颜色 甚至每一颗质都得讲究 美感也很多 这位年轻的面师 从小就对庙会正头情有独钟 长大以后她拜师学艺苦学化脸 现在终于能够独当一面 甚至跟着八将团出国表演交流 尽管到现在 还是有人认为女孩子不适合做面师 家人也希望她能够找个卡进根的职业 但是她始终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守护传统文化的事 不曾后悔 也问心无愧 青山公八将写师首次出国表演 幕后准备难得在镜头前曝光 我觉得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形容师可以形容的一种兴奋 其实我们是蛮激动的啦 是可以把这种在地的我们大庙的那个 我们的传承的文化信仰带到这个他乡来 觉得是个 不知道怎么讲解成就吧 演出前三小时八将换上传统服装 小腿肚和手上戴上绑腿和护腕 象征古时候将军行走时不会被虫蛇侵扰 为了表示对将军的尊敬 袜子也得是全新 一次要穿两层 搭配草鞋才足够厚实好走 但是为什么将要穿草鞋呢 草鞋因为它容易接地气 露音 你知道露音 来去自如 接地气 下地服 八将代表的是神明的价钱护卫 扮演将军的八将团成员 都要严肃看待这项工作 在出巡前 有不少禁忌规定要遵守 一般我们的众人 你开边下去 大概就是尽量 就是不要说话了 你如果一说话下去 旁边有跪在的 他妈想知道 这就是人争的 对我现在就要害怕他 就一开始 在画这样的时候 都会在眼睛周围这边 掀上黑色的部分 负责开脸神圣任务的是他 绑着高高的丸子头 申请专注 今年29岁的周玉明 担任面师资历三年 政治工作是平面设计 斜杠开脸画脸谱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它有对称 就其实对称脸最难画 那种超复杂的脸 那种还比较好画 昂脸呢 算他的白天这边 这就是盖了一条青鱼 青鱼你去看它就是盖紅的 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 很单调就是 但是也是全台湾省唯一 仅有的红脸跟绿脸 每个匠团都有自己的特色 青山公八将脸谱 分为红脸和绿脸 80多年来没变动过 是非常聚古早味的阵头 白底是画脸谱的第一个步骤 也是最关键的 左右必须对称 从眼睛往下巴延伸 再搭配金色以及绿色 或红色的线条 这工作需要天分 还有对文化的认同和热情 在举办那个庙会阵头的时候 很喜欢自己跑去看 对很喜欢看那些神将 尤其是七爷八爷的神将 就小时候对那个神将 是情有独钟的 看到会觉得蛮有安全感的 就是一个很高大的神明 在那边走动 所以我听到我朋友跟我说 他国中的时候 看到爸家将的时候 还会被吓哭 我就蛮惊讶的 阵头文化对他来说 有股难以解释的吸引力 长大后的他 决定要把这股热情 化为实际行动 他拜世学艺 怎么知道才学三个月 师傅就出考题 师傅他前一天晚上就跟我说 明天那这样子阿伯给你画 那整张脸给你画 然后我就 好好好 我就很紧张 我就前一天晚上 就赶快抓我室友 赶快来用广告颜料练习一下这样 然后隔天就 画完七三八爷之后 就画那位阿伯 然后画的时候其实我脸 脸谱也记不太得 到底要画什么 然后加上紧张 然后我又手抖 所以整个过程其实 就是有点 蛮挫折的 然后那个时候师傅的朋友 他在旁边他就看一看他就说 手这么抖 是不是喝不够这样子 对 然后那张脸画完 就其实那一天觉得 蛮挫败的 就回家之后还有 自己都在被窝哭这样子 周玉民开始怀疑自己 不适合吃这行饭 干脆放弃算了 哭完了 冷静了 他想自己根本没用尽全力 还不适合判断有没有天分 行 能补着 于是他把白纸当做脸 每天练习画脸谱 一连画了几十张 功力就在这画纸上 一笔一画 与日俱增 克服了起步的艰难 但接着要面对的是亲情的压力 姑姑她会说 我可以参与庙会啊 我可以去看 但我不一定要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就真的去画脸 真的去接触这样子 对 他觉得这些东西是跟灵啊 还是什么有关的 对 他比较没办法接触 周玉民从小和姑姑最亲 因为宗教信仰不同 姑姑无法理解她的选择 阿嬷也认为 她总在做没办法赚钱的事不正经 甚至连陌生人都来批评 基本上应该就是觉得女生去画这个 她们就觉得好像 一触逃还是怎样的 就是乱搞乱来啦 其实蛮惊讶的 因为我竟然因为我在做我喜欢的事 然后被人家讨厌 就我其实是很守护这项传统 然后也很努力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竟然有人因为这样子 然后讨厌我还是怎样的 但但我又觉得不会很在意 因为就是这是我会的东西 然后他不会 内外杂音没有停过 但周玉民选择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 对神将振头艺术的热情 不会轻易被劝退 他要打破性别框架 一步一步往前走 把不好走的路走直走通 我自己可能对他有一种使命感 会好好把它做好 那我觉得问心无愧就好 对啊 我也不是说 把这个传统告诈了还是怎样 就我觉得我是在传承跟守护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